下面我们向大家介绍一盘 我可以说是一生中都非常难忘的一盘棋 那就是在第一届中日围棋列台赛中 我第一次出场对小林光一的那一盘 这盘棋在下之前呢 小林光一已经联赢了我们六个中国棋手 我在出场之前也进行了就是 从来没有过的非常的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周密的准备 可以说是准备了几千三万个布局的方案 最后才采用实战中下的一种对角的这种方案 前面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队友啊 还有些这个旗舰的这个东西 各位这个高手们都会出了很多的好主意 所以呢我队盘棋能力赢下来 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帮助 现在回忆起队盘呢 温故之心嘛 还是对大家和对我自己种很有好处的 下面我们把队盘棋就开始下来介绍 我黑棋 对角的小木 最早棋是我对小林光一的棋谱打了几百盘 自个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之后才得到这样的结论 我发现当时小林光一的队局几百盘里头 他输的棋 绝大多数都是对方分得下对角 他输了 人家跟他上 黑棋友杀在这一带 那么让他也杀在这一带 这样他的胜利非常的高 所以呢我就是 出于战略上的考虑 虽然这种下方我自个儿也不太顺手 但是呢为了让他更不顺手呢 就是采取这种下方 小木 挂脚 小飞 小飞 然后 那些高挂 这个高挂 后来也是 很多很多人都下了 普通的话 黑棋是尖角 白棋拖着 这样的布局 这个 非常多简 就成为 一种这个 呃 比如说 零食性感冒 一得这种感冒 就是一大批人都这样 那我呢 经过这个 在自己的战前准备中呢 已经自个儿制定了一套方法 我知道小林光一 是特别喜欢实力 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喜欢那个钞票 不喜欢那个支票 所以呢 这些 凡是属于有超妙的地方 我只要把它弄来 不能给它 所以 就走这个 这个呢 白棋觉得很顺手 但我自己人也觉得很顺手 所以 这个双方都觉得顺手的时候呢 这期 就比较有意思了 大家都觉得 还有那个 很合理吧 大家都觉得自个儿的 呃 变化 对自己都满意 这种期待 围期中呢 是比较少见的 但呢 呃 也是会发生的 像这番期 就是 走到现在 嗯 黑棋 白棋 黑棋手脚 白棋手脚 白棋手脚 白棋在 上 黑棋 这个叫大厂 黑棋的步调 非常的快 看到没有 黑棋每一步棋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 原则 都是拿的是 现金 超效 这个脚 黑棋拿走了 这个脚 连走了 走了一个 又走了一步 这个边上大厂 黑棋抢走了 这个脚 黑棋也挂了 那白棋得到了什么呢 白棋除了这个子 还跟棋盘 刚开始放下去 不一样 没有变化 一样没有变化 以外 这个心 叫提了一朵花 因为这朵花 像这边呢 这边有一个脱退 就是它搬接 这么一个拐弯 像这个呢 就是完全放在 就是 左边 这个形势上 白棋打探 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 而黑棋呢 就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和这个 这些 多的 多层次的一些东西 应该讲 这个布局 对黑棋来讲 是 至少说是 不落后 比较满意的 最主要的是 这个布局 白棋 下出了他 本不愿意下的 这个 布局 因为他是喜欢 拿现金 拿那个 钞票的 而现在不得不采取了 拿支票的下来 这个小林光雄 我知道这种棋 他会 下不顺手 发挥的不好 果然 布局到这以后 很快进入中坛 从布局中坛的黑棋 一直都取得压倒的领先 一直都得压倒的领先 但是这盘棋 在中坛的时候 黑棋 发生了危机 中坛发生了 重大的危机 下面 我们就 把这个布局 介绍了这段 然后介绍 中坛发生危机的那一段 那一段 也是 对我来讲 是永生难忘 现在这盘棋 已经接近 进了一百手之后 到现在这种局面 如果正常的进行收官子的话 那么黑棋优势 还是 比较这个 清楚的 现在黑棋大量 是简单的走 冲 白棋 再好挡住 一些断 这个断是比较厉害的一刀 白棋呢 只能吃这个 如果吃这个的话 那么以后它这个冲 你必须打 不然冲下来这几个得死了 那这个 三个就要被吃掉完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它只好吃 然后 它提 黑棋就飞 如果白棋也围 黑棋就把这个吃掉 这可以先说打了一个 然后把它吃掉 简单的就可以取胜 而且赢得相当多 大约盘面要十五目左右 十目以上 那么 现在 没有这样下 而 黑棋呢 下了一步 就是最老子恐怕了 现在我想想 当时应该是空白 向来就是这样 现在白棋这个空 黑棋走在这之后 白棋一围 假如要围 仍然没上 根本就没破到 何况它可以降维 如果 它想降维 那么 黑棋 在这一段 或者这一段 都可以进入 即便不进入 它没 黑棋这么走过来 黑棋的帷幕 白棋一点便宜的地方 也就是说 现在最老棋 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黑棋都赢 就是现在走在这 局面发生混乱 那么 白棋非常的机敏 然后 外后 黑棋接上 搬一张 双线 这个地方已经差了 四度以上 刚才给它 黑棋先走搬的话 这已经 黑棋已经多了 一目两目三目 白棋少了 两目 差五目了 当然 这也损失了 一点点 大概差三目以上 最主要的是呢 这招棋走的时候 这还没出入口 踏 踏完了之后 还有这个 正是因为这样之后 黑棋发现形势呢 并不十分健康 还有一定的危险 所以黑棋 说了个逆关子 这样之后 这个123456 提一个先手 7 白棋的本来 但是12 没有了 那么 这个就是 欲收轻目的样子 最主要的是 这个大飞也不能让他大飞 他不敢大飞了 假如大飞 黑棋跳下来 这么一走 一挡下来 他不活了 这个还有这个 因为这个很大 白棋跳下来 黑棋 这个 白棋坚住 如果黑棋长 或者跳 白棋就捕捉了 这样呢 黑棋可能又也是 稍稍有点优势 但是呢 当时呢 由于这个 信心不足 这个空啊 点过来 可能觉得 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优势 就走这样 白棋坤 真是好奇 黑棋搭 是吧 白棋长 现在黑棋要躲啊 要挖断 要好奇 黑棋 白棋 黑棋 这个时候 韩伯明奇妙地 冲过一下 这张棋 是 赵的一棋啊 这张棋 到这个之前 只跟他走一手啊 实在是 可能这张棋 差点就是 一失足 千古恨的招 结果白棋 没有抓住 这张棋 撞了一棋 就因为这一棋呢 这番棋 差点要翻盘 现在我还记忆 这张棋 当时也很 随手这么 走了一步 就是要求呢 以后再走的时候呢 这个打车 接上明确的先手 如果不先走呢 将来他可能会退 实际上这都是神经质 他根本不会退 退完了 这个气一撞 这边都不一样 再撞了一气 然后 走到这个时候 一挤一虎 黑棋 去突然地飞这个 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盘棋里头 出现了重大的 危机 而我自己呢 才没有 当时没有意识到 实际上这个棋 补一个 就是 跳进去 跳进去 这盘棋就没有危险了 这棋 黑棋也稍微赢一点 因为他当 四十千万 要搭下去 如果他一了 这块棋有活了 因为只有这个次嘛 死活棋的话 就没有问题了 而我当时 对这块死活呢 一点都没有注意 走的是 这种危险 这时候就出现了 这番棋重大的危机 大 非常严厉 这个时候 我一看 换事了 如果这个被撞开 明远 如果这个 这块棋做活 是很容易的 但是那块棋 要死 那块棋死了 也控不过 本来 最后黑棋 走的这个 控场是有优势 但也绝没有优势 把这五根 能丢掉 所以这个 自己搭的时候 一下子就一身 闹了一身冷汗 我知道要 要坏事了 但这个时候 也没有办法 想了 这个 我想了一个小时 这部棋 这一部小时呢 一小时 基本上所有的电话 都算清楚了 我完了 不行了 可是这时候 我想最好的 一种办法 是什么呢 就是要走一种 对方最容易犯凑的 他最容易犯凑的 我才有机会 果然 给他一个犯错误的机会 他就犯了错误 现在我紧 吃 给他拌 吃 我吃 他现在拐这个 他现在不能挖断 他实际上是可以挖断 就因为我这撞力气 我自己呢 没有注意到的一切 这么严厉 现在他挖断 我只能吃 他接 我靠这个 我只能挤这个 搬走这个 都靠不住 走这个 如果他接上 我一搬 他就不行了 他一拐 我一尝 冲 他就不行了 如果他双上 我断进来 因为我再装一气 这两块气对三 黑旗慢一气 这两块对三 黑旗慢一气 如果没有这个交换 黑旗快一气 如果黑旗走到外面 就黑旗快五六气了 快很多气了 今天就是 由于没有这个 已经交换了 成为这样的话 现在黑旗 假如钻进来 再去收气 再去拆一气 那么 讲的关一呢 可能认为 这样的气呢 他可能没算清楚 那如果他没有算清楚的时候 在这个气的时候 他应该 常立 这个他应该能算清楚 我如果走这个 那么这一冲 这几个死掉 我不敢走那个 也就是说 我得走这个 那么他现在走这个 我还得断 我接这个 否则 他一断 我又死掉了 接这个 那么他把我这块断了 我一叫吃 把他边上吃掉 然后他先生说过 这样白旗也赢了 他 这样下 也是白旗赢 那样下呢 也是白旗赢 但这样下呢 他也要被吃一块 他的心情呢 可能不太一块 这样他赢是赢得很有限 这个确实是该 因为他牵手说官 是他确实是他赢一点 如果是该黑旗说官 那么黑旗赢了 这差距就这么小 他这个没把握 那么他 当时的时候呢 这个气呢 他罗续已经 这时候已经算清楚 我慢一切 但是我就是毫不犹豫的 这么一提 他不敢 那个什么东西 不敢 如果出现杀气 他没有算清楚 实际上是短一切 最终往这儿冲了一个 这因为最终往这儿冲了一个 这因为最终往这儿冲了一个 现在呢 他拐这个 拐这个大家注意啊 这是有生恶的这个 写恶的用心吧 生眼的意乎 假如你挡一个的好啊 那么他冲 你接受 这样再一挖断 就没有 完全没有 刚才的 这连气也没得杀了 你走这 他接住 你再拐他拐头 你再走 他接住 你再冲 他叫吃 他这已经接了一个了 本来接这个 我把它断掉了 所以现在 他先拐这个 但是事实证明 这个拐 我发现这棋 我私立逃生了 这时候 他已经这个 错过了 他的机会 也许小林光一 这副棋呢 是他 一生中很难忘的 就是 漏过去的 胜利的这一盘棋 这个时候 他一管 这棋一发 现在他不能过来 不走 把他这个全吃光 他说这样 那么黑心 这个要断 大写之后 接住 这写冒 好手 这一条棋一下 这盘棋已经 拿下来了 他讲的 说 吃这个 黑心接上去 他说这个 那么黑心可以 吃在这 把这个 吃下来 补上 那么小林光一 这个不肯 如果这样下 他目数吃亏了 对 这样的时候 他打吃这 黑心接住 他再冲这 他接着 接着 他接着 断了 现在呢 要吃他 他必须送到莲回去 他送到莲 黑心立下来 他进入 黑心把这三个吃掉 那这个战役结束之后 黑心 从白心的 一搭 这个时候 白心不是这一搭吗 黑心本来要死一块的时候 现在呢 非但没有死 还吃掉了白心三子 当然 这个地方 目数也 被他除了 另外呢 这中间 被他先手围了好多目 但是不管怎么说 由于没有死棋 这三棋呢 黑心呢 就 把这个 威西斗过了 胜利的进入关节 这块棋呢 已经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一击 就 这还有一个眼 而且这个棋呢 就是 我们注意啊 假如 白棋走这个的话 白棋走这个 黑棋有一阵妙所 这样白棋 在这白棋这 有个段 这有个棋 说明一下 黑棋可以捕在这里 就像小林华语可能 做梦里没有想到 黑棋在这里 他没有什么有利的什么 他说他吃 黑棋就接上 搅上 他吃这个 你沾上 你沾上 你渡过 他把你吃了 他就说 这也不能沾 拐子说 假如他破 可以去踢 吃 他又不要吃了 接上 可以接着这个 这样吃 他提了 抽下来 他渡过 把它提了 如果他打这个接 他打不过 他打不过 因为这地方 很没有什么 损失很大 所以呢 这地方黑棋是没有毛病的 黑棋实在不行的话 就可以接在这个地方 他也不敢断 断了 他就可以冲着 所以说呢 现在黑棋已经安全进入 这个最后阶段 就是这么讲的 叫这个 跑垒啊 这个棒球的跑垒 已经进入了 那个 莫哥弄了一个叫什么 本雷达 本雷达 打到那个哪去之后 这边用不着跑了 又用不着什么 就慢慢走回去 没问题 现在已经安全进入 收拾这段 是必胜无疑 最后这盘棋呢 是赢了两目半 有一个 这里我可以跟大家 透过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 内幕消息 就是 我这盘棋之前呢 我跟黄宇刚住在一个房间 那是在日本的热海 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说 我今天 第二个 明天我跟小林光一个比赛 我估计呢 我能赢两目半 我不是我估计 我感觉我能赢两目半 华宇刚刚觉得很奇怪 不太相信 我说我赢了两目半之后 我后天 再次加上下手 才能赢 结果实际的比赛 这盘棋到最后 我应该 在这时候 应该赢不止两目半 但到最后 我已经损到 只能赢半目了 但小林光一 又把 又给他送到两目半 就这时候呢 我其实赢的不止两目半 但是官司 走了几步 亏了不少之后呢 变成只能赢两目半了 过了一会儿 小林光一 把他送到两目半 你们两目半说 果然赢了这个谁 这个 加藤 而且赢了加藤 赢成的秀行 也是赢了两目半 所以两目半 是我的这个幸运数字 很吉祥的 是我的这个吉祥物 这盘棋 中间 刚才讲了 这是我这个 遇到这个 最大的危机 而且是确实在那时候 不行了 但是呢 用了一个 将官公的这个脱刀剂一样 这个 脱了这个小林光一之后 那个 也有点 谈忽了 最后 一拐 手掌一下 就被 自己逃生了 所以大家 这里也可以看过了 以前这个 毛主席讲一句话叫 宜江盛永追寻寇 这话确实一点都不假 必须得跟这个猛烈的追击 不能给他一 一口气喘 他这个追击 就是一喘气 爬出来 白血就完了 白血当时如果是 猛烈的追击的话 不给黑血喘气的机会 那么呢 这盘旗的结果 就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 就可能白血赢了 那么 白血赢了 整个这个内财赛的历史 都要改写了 那么 从这儿得出的这个结论 就是说 今天在优势的时候 只要有机会把对方置于死地 那就 不要收软 一收软 让对方一爬起来 自己就不行了 这话其实很 很好的例子 这也是我终身难忘的 就是 由于这刀棋的莫名其妙的一个 到现在这刀棋也没什么作用 这刀棋拿下来 真有 没什么作用 就好像在关键时刻 停了一刀 让对方连走两刀 由于这刀的失误 产生了重大的危机 那最后由于对方呢 一手软就跑出来了 最后呢 关子我们就不详细介绍 这个就是把这个 主要的 这个的变化 一个是中盘 还有一个布局 向大家介绍 好 这刀棋就 摆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